而接下来看看这家店是不是真的经营不算倒闭了呢 这个是在徐若萱的弟弟徐佳佑 他所投资位在东区的拉面店呢 今年八月才风光开幕 但是现在才营运四个多月 却传出无预警歇业 现在呢徐佳佑还是表示说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他们只是内部调整 过年前呢他就会签店 不是倒闭 今年八月 在徐若萱的弟弟徐佳佑拉面店风光开幕 还请来众多艺人好友展台 不过才营业四个多月 现在却传出拉面店无预警邪业 身材高大长相憨厚的男子 就是Vivian的弟弟 也是拉面店老板徐佳佑 弟弟呢就是死都不让我投资了你这样子 然后自己养家 所以我因为没有出钱 所以就只好来出力了 徐佳佑筹资三百万元 不靠姐姐自行创业 却有消费者投诉买了一千五百元的餐券 要消费 店家却大门深锁 打电话也没人接 让顾客感觉受骗 还指出有时候店里三十个座位 却只有四五个客人 生意惨淡 徐佳佑回应 拉面店要在农历年前搬家 所以才会歇业 在官网和脸书都有po文通知消费者 如果要退费都会协助处理 不是经营不善倒闭 也要独立然后做给他看 然后我们要有所表现 对啊 那我也是想要 希望能跟他一样 虽然是不同的领域 那我也希望能做到说 之后赚钱照顾家里 不过靠着艺人姐姐 打响拉面店知名度 现在却因为歇业 风波再添一桩 这边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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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